香港車神邱永才前天在澳門大賽車電信房車杯排位賽 壯難不幸爽生 賽會證實他是頭部重傷致死 等當局發出死亡症之後 遺體最快明天會移送回香港 昨天房車杯開始前全場都默暗一分鐘 邱永才的隊友都不想再說這件事 而遺商昨天只要聽到賽車的引擎聲 都已經哭到不停 香港車手似乎就拼經十足 向房車賽表現出色 更加包辦頭三名 潘德進就說痛失好友心情仍未平復 使到出事的文華東方灣都不其然會收有 我和他一起在香港路車挑戰賽的選擇賽中 大家有投出比賽 這是最受歡迎的 強引相通的他 昨天在路車挑戰賽以第六名完成